在女人与男人的传奇里 充满了无所不在的爱与纠缠与权力交定 女人多次又多情 征服男人也等着让男人征服 在天长地久的神话消逝 他们依然妩媚 身上的刺足以让人瞠目且惊魂 那一双双令人震撼而动人的眼睛 我们称之为玫瑰同龄叶 男人的眼睛 我们称之为玫瑰 充满了 充满了 这边有招费 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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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 充满了 请问你拿点则 来来来 先好的 恭喜你 你也有多付嗎 來來來 謝謝 謝謝 今天沒見 對 真是的 剛好 我們去做一點 來來來 來吧 好可愛 我們的福祉 你做什麼 對啊 謝謝 你先進去 來,我已經這樣了 來,進去 進去 齁,你不要再卡了啦 我跟她說好了,回來跟她說嘛 現在不要說了,好 回來跟她說了,就這樣了,拜拜 等一下,你們好 這是什麼? 開玩笑 我在家裡,我嫁去當她就不敢去塞 太嫁了,你們別得比較濟 我們就問你口裡 對我是貼貼,沒那麼溫柔的 真誇張 我要聽說什麼 她剛才卡電回來,是要告訴我 如果要玩樂,玩得比較開心 玩得比較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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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老闆是有請坐 誰怕我發的電話 你死的啦 沒有 那是老闆跟他母親人關係 老闆現在的 他算是叫我飛龍小子 他母親和你身體態 別說那些美容傷心的酒靠好 嗯 怎麼可以這樣說 老闆跟我們也是很年輕的朋友 他心情煮麥的,喝酒水泡到不死 他還去修修 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的時候 剛才你電腦卡來,我想換你把它切回去 我一天就這樣 我是誰? 感謝誰? 我平日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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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開頭,開頭不聽 我平日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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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什麼 你沒有什麼 我平日在做什麼 他平日在做什麼 我平日在做什麼 三十七歲的陳時輩經營加工生意多年 賺了不少錢 陈石碑的生意之所以有今日的成绩 并不全是因为自己的因素 他和老婆周玉一开始没有什么大钱 只是靠周玉标绘累积点小积蓄 加上周玉手才有方 几年以后才有了点资本 刚好赶上一股经济热潮 于是两个人共同开了一间加工厂 几年下来 两夫妻的事业也越加上轨道 周玉心里也因为生意顺利而高兴 石碑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大缺点 个性也挺好相处 对于周玉意见也很采纳 然而让周玉最伤脑筋的就是 石碑耳根子太软 主见不够 玩心又重 自从家里生意不错后 喜欢在外面跟些猪棚狗友上酒店娱乐 撒钱就像扔卫生纸一般 别人一吹捧 石碑就乐得简直上了天 喂 嘿嘿嘿 你睡着了 我带你来 我带你来 不要让我 带你 Omega 哎 你好 我带你来带我去 interessant 老肠卡上去 你没什么 怎么起 idée 小骗你妈 周玉从小生活困苦 现在虽然还过得去 但平时非常节俭 不随便乱花钱 烧饭也只是简单几样菜 选择口味清淡的 而石碑从小家境虽然普通 对金钱却没有什么概念 也因为不曾经过如周玉一般的苦日子 现在一有了钱 更加追逐享受 总喜欢大鱼大肉 穿要穿好 酒要喝贵的 周玉有时看不惯 经常骂石碑浪费 石碑认为赚钱就是要花的 面对周玉的小气 虽不敢当面顶嘴 但还是照样我行我素 钞票一笔一笔地出去 而且美酒避醉 闹出不少糗事 兄弟 你闻开周玉 哥 会再保抢 哥 ��면 我让屁股 对 arises 还有WS 的gov 初玉 销唷 现在 抓住 empresa 去ihi Jag 已经 怎么湊店了 是我只有我家 我 我要到 aqui 我给你 我吹嘴 喂喂 阿嬤 阿嬤,你把手給亂來 你...你把手給亂來 我把手給亂來 阿嬤,現在快點啦 你老公喝醉,你老公我家來了啦 阿嬤,你老公不然... 笑臂啊,快點啦,笑臂 今天我拜託 你們喝醉了,也要再上個膜蓋上來 是的,我不要這樣,抱歉了 好了,不要這樣,我就是要做道別的 抱歉,有關 到時候又跟你們做出的兵 這個兵線啊,我們去做了 抱歉 我不是打麻糬,我做完了 打麻糬,站起來啦 石碑这样贪玩的个性周玉不是不知道 喝醉闹笑话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心里清楚 老公总是经不起朋友的吆喝 三两句起哄便出门欢乐 回来之后不只是醉醺醺的 皮夹也是空空的不剩半毛 周玉眼看赚来的钱都让他挥霍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周玉开始觉得应该控制石碑手里的钱 但是想归想到底该怎么做 周玉心里还没有个谱 因为石碑是工厂的负责人 财务方面握有调度的权利 又经常打着交际应酬的名义 直接向会计消账 而且每当周玉起一追问时 总被石碑装傻含混过去 周玉也拿他没指 你怎么开心得开水呢 对了 没有了 你这不太知道 你做生意都要应酬对吧 不然我们这个工厅是怎么来的 应酬 没人像你应酬这种 一周七天应酬五天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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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睡觉 大家看 什么在这 你到底该怎么应酬 你还不知道我们那个老客户 老公董的 担董的 老公董的出国了 出到狗拔网 刚刚还没回来 你是去都该应酬 出国吗 对啊 你再想看看 对了 该死了 诶 我怎么想不出来 没问题 你哦 酒量太多了 你 我说你听了 如果要做生意 我最老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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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台湾一百万了 我们还开五万呢 嗯 从来花都五万了 咱们对了 对了 你对了 都没压力了 嗯 生性好玩的石碑 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多少 依旧禁不起朋友的相约 老爱去酒店里报到 尤其是那名叫 露露的小姐 可人提起之余 嘴巴又甜 没事便对 陈石碑猛灌米汤 听的石碑是飘飘然的 也心甘情愿地 花钱娱乐 只是周玉看得紧 每每为了夜间的娱乐 还得串通友人 编造各种理由 索性周玉还算好骗 石碑更是乐此不平 只是回家后 总是满身酒气 活像个醉猫 钱也越花越凶 这让周玉 勿得不使出杀手剑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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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ANT THE THIRST 0.5 GIT !!!! CORG CORG 嗯 咱们等一等小姐 好可爱要得到哪 对 对 对 好 - 好 好 無險啊 兩隻兩隻罵 拜託 我只要買這個苹果多可以啊 既然已經領先12倍的懇事了 開始不放鬆 到藍牆PLEASE 嘿 嘿 鳳姐 我啦 酒吧啦 你現在無言嗎 唉 乾脆我靠你兩位了 蛤 好 快點喔 乾杯 好 杓濤 垂 好,我來啦 我來啦 好,我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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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阿公,來,起來,快點 喝吧 好啦,不是要喝啦 我跟你說,有一個女孩 我看過了,明天才拿著客戶 來,你請這裡喝吧 我喝酒,你最大 好,你注意就好了 阿公 阿公,你不請,我告訴你 阿公,我告訴你 我跟你說,工廠,大小孩來的時候 總是都要你做法庭 雖然說,這位學長,我們學長有什麼問題 不過,你是一家之主 總是要你請一個名字,對不對 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 你認同我,我認同有你 你也可以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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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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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你九成太太啊 陳月大頭啊 天啊,我剛才去回家簽錢 回家說,要簽一個勁給你的手 你什麼意思啊 陳月大頭有一個名字啊 你說什麼啊 我當時叫這個工廠,改成你的名字 我就改你的名字了 來,陳先生,看一下 你自己簽名了,你跳不去 你怎麼這樣啦 前路也沒效啦,那張咖啡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你說啦 你說什麼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有什麼要改成你的名字 你的跟我的都不差,什麼都是一樣嘛 不一樣喔 現在登記我的名字,像是我慣的 還要讓你一天到外面去回家 喝醬酒才有事 像那天啊 喝醬酒是他早一人到沒人的母 還要讓陳先生起床就不會帶人 我的酒酒,我不是條工的啦 哼,就這樣說定了 現在一天兩百塊 蛤 兩百塊? 欸 怎麼說 怎麼說就沒有了喔 從每日的固定花費到現在一天兩百的窘境 石碑一下子無法適應這樣的狀況 相較於之前的闊戳 現在的石碑只感覺到自己憋手到極點 每天慘兮兮 雖然自己一向都留了些私房在手上 但時間一久,難保不唱空城計 還是得好好想法子撈點錢 對 欸,老三喔 欸,我是我啦 酒瓶了啦 我跟你說齁 你稍等二十分鐘喔 卡到我來我家 說你要叫我去碰碗球 碰到他就好了喔 對,對,對 不是,不是 是你卡到我去碰碗球的啦 這樣你知道齁 對啦,對啦,對啦 你卡到我去碰碗球 好啦,老三卡到我來啦 還要叫他碰碗球 我都說不來,好 他一直搞爐耶 老三卡來 對啊 我哪有電話了 你好便喔 喔,你媽媽這樣好嗎 你男生喔 你問他嘛 喂 嘿,老三喔 哈哈 真的好久沒看 好啦,好啦,好啦 阿,不要拍攝完 好啦,再見 再見 你沒反對齁 嘿嘿,我知道你最好 你知道我每天吃飽有新鮮 阿,沒什麼糖的小鹽耶 知道啦 人喔,總是有一點小鹽 打完喔,我是沒反對的 對,對,對,你說的對 對,對 什麼 我叫你本錢啊 齁 你本錢的我還要拿本錢啊 你啊 不然你還算你的事是我的 欸,你不能這樣說耶 嗯 我也是帶你去拍攝耶 我出來了,快點出錢啊 好啦,說不定,你愛多少 兩千啊 沒有啦 兩萬啦 我們兩年啦,兩萬 小鹽一萬 一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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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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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周玉基本上並不反對石碑 偶爾有些消遣娛樂 打個小牌也沒什麼不好 反正不要花天酒地變形了 只是周玉萬萬沒想到 石碑攢前頭腦 動到這上頭了 隨便 哎,等下 我們還要花賴車嗎 什麼東西啊 好 你跟我說我耶 打牌是在揍角 是怎樣的 我現在生過後在董事啦 所有的錢 哎呀,都在我女的手頭裡面 像那樣哦 我騙你,是要做什麼 你怎麼知道 現在那間工程我名 該當我女的 好,背後手都丟掉了 你現在想怎樣? 手到很多錢了 就是這樣說 我不能找你們兩個給我賭三天 是不是要給你賭三天? 我跟我母親說,我要打麻糬 這補到一萬塊 拜託 你如果找他在深圳 我說我打麻糬 輸你們... 十萬了 這樣還不行? 嗯 你都叫你走得丟掉了 好,好,好,好 就夠味了 好了,好了,好了 自此之後 時被三不五時用打牌名義凹錢 然後流連在酒店中 只是他沒賭必輸 而且總有人上門討債 這讓周玉再也受不了了 你為什麼要打麻糬? 一輸我輸十萬塊 你怎麼打開他們這樣? 好了啦 我不是不條工要輸的 手機壞嘛,我怎麼會打? 手機壞我不要打? 我不是叫你不要打 為什麼要打? 還打得大? 你怎麼會打? 你的朋友打電話 鑰匙要給我照 我說,不好意思,不去吧 我也想要贏 你想要給我照顧死嗎? 不是你給我照顧死嗎? 還是你要去死嗎? 奇怪耶 人打牌是有死的 為什麼?你拼拼拼拼? 你怎麼會害怕? 你怎麼會打麻糬? 沒有了,別想去啦 我已經連總數滾牌了 後來不輸了 我贏了喔 水仔麗啊 以後算錢了 你自己的事情了 你不要笑什麼 就叫爸爸來給我照顧喔 才沒有了 老伯計以言明不准再打牌 石碑這招撈錢的方法 就不管用了 而自己處心極律暗槓下來的錢 沒有多久就花的差不多了 口袋空空的石碑 只好另圖他法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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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買什麼東西 什麼 來來來 再來 再來 哇 春秋秋季耶 好秋季耶 漂亮喔 嗯 嗯 嗯 啊你怎麼有人買 唉唷 啊我朋友在買的啦 喔 這有看過過程書的 嗯 嗯 他開給我五萬啦 那市民就齁 不支援耶 比這多少 他買我二萬五而已 二萬五 你先不再給我 啊我就知道你想要這個春秋的啊 嗯 味道很貴啊 喔你不敢買啦 嗯 我就是賺這個雞 趕快買開 可不可以 以後就沒有機會 很漂亮啊 這個 真正的 很漂亮啊 嗯 很漂亮啊 很高興 對 你知道嗎 我們買一粒賺一粒嗎 你如果我想說賺錢好嗎 多買幾粒嗎 不用啦 一粒都好 喔一粒都好 嗯 很漂亮 很漂亮 欸 很漂亮 等一下 快點啦 快點啦 對 收拾好耶 好累的 你吃完齁 你吃完齁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打了 為什麼他輸拳 妳要打 我欺負他嘛 對不對 我欺負他嘛 對 來 來 去 你要吃完齁 喝酒吧 好 加杯酒 吃喔 來 你們的蠱蠢棒的 好棒喔 沒錯 喝完齁 喝完齁 兩個都買囉 先喝點酒吧 我先喝點酒吧 你老婆看給你 你要是要 princi 喝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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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覺得 哎唷 哎唷 我... 我要痛... 你先放在這裡 讓我抱一頭 你幫你交換 我... 抱你死 你廟告小的 讓我抱一頭 我抱你死 那不是陳先生嗎? 很餓了 腦筋有問題 真奇怪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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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昨天我覺得你老公怪怪的 又罵又笑 他比較會這樣子嗎? 會不會是... 是什麼? 受不了 那天他走出家抱錯人 我就覺得他怪怪的 可是又是喝醉了 也受不准 那這樣的可不是啊 但他走路很正常啊 你會覺得他還是這樣 你要小心喔 這可能是... 痛到有問題 真的嗎? 真的會這樣嗎? 唉唷 有夠衰 大家有夠衰 怎麼衰 不巧不巧 石碑這樣的舉動 又讓鄰居看到了 於是議論紛紛 這讓張太太更相信石碑的頭腦不太清楚 可能有問題 於是又找機會和周玉說起 這回就連周玉也覺得怪怪的 決定向婆婆告訴你 沉母一聽非常緊張 放下電話 就要石碑的弟弟陪他前往 小妹啊 你娘叔 發覺到你那邊喔 小小啦 走啦 趕快我來找他讓他先看啦 媽媽 怎麼還在那邊呢? 阿朗啊 你在跟我說好 Sho當 老婆 阿朗啊 快點啦 快點啦 阿朗啊 阿朗啊 不敢 阿朗啊 阿朗啊 你怎麼看什麼一線 好… 又說好… 駕駛在那裡就說了 說你一家沒有在樓腳 跟那些樓腿都在嘴巴 還跟著打 你到底是怎樣 嗯… 算不定那樓腿給我創拔倒 我跟著打 你不要當的時候 打在那裡是樓腿 那怎麼人家怎麼會打死啊 走啊 家父要讓他先看見你 阿母 我跟你說不對 你小朋友駕駛 也說你起雞行動過過 你怎麼跟樓腿說不定 這麼大條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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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石碑就這樣 半推半就的 被弟弟和母親駕進了醫院 醫生看診時 問了石碑一些問題 周玉對醫生說明 石碑喝酒後 發酒瘋的狀況 自己尚可理解 但現在似乎重到 清醒時也頭腦不清了 沉母十分擔心 拼命詢問醫生 情況是否嚴重 有嗎 我幹嘛這樣 應該沒辦法 醫生啊 阿公這有藥病嗎 就我的判斷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不過稍微有點動傾向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說完後周玉算是放心了 石碑卻很不好意思的 跟著一行人起身 回家路上周玉還不時的 嘱咐石碑 要記得聽醫生的話 少喝點酒 更別沒事亂出洋相 塑料才剛結束一場烏龍 沒想到又出了一件 更讓人錯愕的事情 好可憐 好可憐 對了 你老公經常喝得醉醺醺醺的 按錯電鈴回錯家 他現在還要這樣子喝嗎 現在比較好了啦 你可不能大意喔 要看景點 小心他啊 我知道啦 欸 你的戒指好漂亮喔 這個啊 我上回逛夜市買的 一個才50塊而已耶 有蘇聯傳啊 玉啊 要什麼有什麼 全都好漂亮喔 跟真的一樣耶 你看 你說是在夜市買的啊 對啊 你想買啊 我帶你去啊 就在那啊 不用了啦 你慢慢逛 我還有事 我先回去了 拜拜 欸 陳大大 好傢伙 原來石碑都是用騙的 猜猜看 憤怒的周玉 會採取什麼樣的舉動呢 什麼還沒 痕 什麼還沒 還沒 搞emon 也讓你知道 喔 啊 怎麼還沒 沒有啦,你面子這麼高,是誰在哪裡啊? 這個還有什麼? 我不是說過,兩萬五喔 這個 還有一萬五啊 那這個 還有一萬八啊 那這個 我不知道啦,我進不去啦 沒有啦 你問這裡就是要幹什麼啦 幹什麼,這裡都要幹什麼 這都死了你 你,我這些東西都拿去金碼碰碰碰 老公是嫁的 真的 真的 你怎麼開交去了是不是? 你死了你 我就說你沒出錯啦 你自己一天告訴我,你東西我自己啦 你怎麼說什麼 你十三號啦 你 我跟你說 最主意啊 你買的時候拿我出什麼東西 沒有 工廠平時的來往客戶都是石碑認識的朋友 於是石碑告訴周玉 自己現在可以拿到比之前更便宜的價格 唉唷 這資金我怎麼進十萬塊錢 不用啦 那如果我出賣 六七萬塊就沒問題了啦 哪有可能 我有一句話啦 你放心啦 你不能太接受 不用啦 我才不知道你在想想什麼 你啊 一天他都要想給我打招 欸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啊 我這樣說得不對是嗎 你腦袋啊 就被鬼被鬼了 他真的被鬼了 他真的被鬼了 我 還沒說 還沒說啊 趕快趕快趕快 陳石碑被周玉罵完後 心裡非常不舒服 對於老婆管錢管成這樣 現在更加提防自己 心裡自然十分埋怨 於是當晚到朋友家喝酒散心 和朋友宿苦 唉唷 這樣啊 你媽媽就已經管你管成這樣 一到兩百塊而已 事實過過一次啊 兩百塊 就要賺一百塊好了啦 嗯 我這樣沒什麼沒道理 你跟我說 你也是一家一宿 嗯 別說了 說下去喔 你賣了幾個月了 不行不行 你還要從這個上風 不能下一個人的金主 對 林鄧不知道 我們那個喔 現在把我抵到 叫我跳樓出山這樣 你如果這樣說 哪有什麼樣叫 我們大家在家裡想一個地方 我都不相信 你不會過你家裡這麼好的老婆 告訴我 他不過是一個人的 對啊 於是石碑這群朋友 一人一嘴地 開始替他出點子想辦法 石碑邊喝著酒 邊聽著那些朋友替自己抱屈 越聽是越氣 酒也越慣越兇 這時小張突然建議石碑可以再開一間加工廠 和老婆周玉做對台生意 看是誰比較厲害 七八分罪的石碑 一聽這個可以讓自己重新做人 搬回顏面的好主意 馬上便一口答應 第二天石碑想起昨天對自己承諾的大話 現在清醒時想想 不太可能真的再蓋一間工廠 但卻另生一計 可以和一些客戶談交易條件 欸 你可以最政府的交易了 三三六錢進去之後 我才給你 憑我整理一個經驗 你可以放心 絕對沒問題 好啦 不然等你借個錢給我 好 謝謝 好 果然第一筆交易順利達成 石碑也如期進帳 交付客戶金額 幾次下來 新的事業越來越順 石碑的錢也越賺越多 只是石碑才另起爐灶沒有多久 周玉便發現了石碑另替新局的舉動 取得金額 除了金額 沒有 我要回來了 秋玉便師 穿得很飽吧 最近就無 кварти 無法打負責 沒有 你媽媽這麼說 我是有一個家庭 打負責多錢 可以拨铲汤出来开销 对吗 妈妈救命天 妈妈这年有利 我跟你说 你如果要在外面 怎么不够不够 但是又有一个条件 就是刚刚在外面 你不要给我订单 这我认识了 你放心好了 周玉并无强烈反对的原因 在于认为石碑的另起炉灶 如果可以增加工厂收入 而且再不会动摇到原来的营运状况 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索性任由石碑放手去做 然而石碑的生意 果然动摇了加工厂的原本客户 这一切源起于周玉坛交易时 总是爱斤斤计较 凡事不肯吃亏 客户们都觉得憋手憋脚 相反的 石碑做生意时经常很好说话 价钱一谈妥 都是爽快答应 不会一砍再砍 周玉原本以为 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 老公想要把客户挖走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没想到短短一周 原本的客户居然真的一个一个出走 此外石碑一有了钱 老毛病又犯了 开始没事和朋友喝酒打牌 每天醉醺醺回家 这让周玉忍无可忍 决定找石碑摊牌 没想到 却爆出另一桩震惊社会的乌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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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这么大 我现在属于自己才有成功 你如果不挑我方议 再把我发凌水你什么意思 你做做我吃这个乌龙事件 不然你是去乌什么 白痴啊 我乌龙事件这种人 只要我死了 在外面最新忙进 他要说谁让我听到 就笑话人的嘴巴 那也是都厉害的 人家跟他们说 我属于自己才有成功 你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你听着放水 不负责任你 只知心这种人 人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咬我吃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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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虾我吃虾我吃虾 你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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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你咬 你咬我来啊 你 别说 你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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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没等时辈说完话 便不理她 转身入卧室摔上门 时辈被周玉骂得心情可差 觉得老婆一点都不肯定自己 一气之下 又拿了啤酒拼命忘惯 喝着喝着 每几分钟 便倒头睡着 这时周玉从房里走出来 瞪着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老公 心里越想越气 这臭脾气怎么交都交不会 管也管不住 发起风和自家人抢生意也算了 这次居然花天酒地 说不定早开始碾花惹草也未必 真是失可忍而恕不可忍 当下周玉心里一痕 拿起电话拨了119 声称家里有疯子发病 目前已经稍稍安抚睡着 想趁情绪平稳之际赶紧送医 不过十分钟医护人员就来了 由于石碑曾有心理科的就医记录 这会被当成病患送进疗养院 医护人员并不觉得讶异 周玉同时嘱咐他们 病人如果情绪不稳 会发疯乱摔东西 没事最好别让他随便和生人会面 石碑就这样被送进疗养院 第二天清晨石碑一觉醒来 觉得自己浑身不对劲 睁开眼睛看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自己的家 而且还动弹不得 医院里没人理石碑都当石碑发神经 任由石碑发着脾气 时间一久石碑也觉得无趣 索性闭口 石碑发着脾气 快点走 有叫你吗 虽病你别人给 你把谣音哟发着脾气 求币 你不要 把谣音哟 求币 去吧 你把谣音哟 我把谣音哟发着脾气 自身之夜好了 你把她伤心出现 走了 是这样 霍儿 你以前好好休息 我等 石碑每日在疗养院里非常无聊 每每在被喂药时都试图对护士解释 自己不是精神病 医护人员只当石碑在胡言乱语 不加理睬 几天的隔离 石碑渐渐意识到自己必须合作 才会得到好的对待 说不定假以时日 院方会发现收错病人放自己出去 于是一反刚进来时那两天的胡闹 这让医护人员决定 可以让石碑在院里自由活动 石碑心情一好便到处闲晃 认识新朋友 打发无聊生活 隔壁床的明辉首当其冲 成为石碑入院后第一个朋友 经常找他聊天 这天明辉家人来探视 石碑便托明辉家属联络自己弟弟陈章前来一趟 陈章因为快一个星期没有兄长的消息 一接到通知惊异之余 马上就赶了过去 石碑一见到陈章 就一股脑的把累积了数日的怨气全吐了出来 开口讲着周遇莫名其妙将自己送进疗养院 也不知道是什么居心 要求陈章赶快将自己带出疗养院 陈章一听也觉得不可思议 当下便打算在院里报警处理 医生也觉得似乎事态严重 更觉得当日接受周遇要求 让陈石碑住下这件事过于草率 或许之间真如陈章所言的设计陷害 那院方岂不是要担负责任 便同意了让陈章替陈石碑办理出院手续 一离开医院 陈章就坚持带石碑到警局报案 于是警方开始调查陈章 所言是否属实 周遇振振有词 说明自己丢老公进疗养院 充其量不过是要他在里面 好好修身养性一下 顺便反省 如果他有所觉悟便接他回家 没想到自己一番用心良苦 居然被说成是设计陷害 周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当下清出这些日子里石碑的种种行径 并万分委屈地请警员帮忙评理 一番话说得陈石碑哑口无言 陈章也顿时觉得 是兄长不对在先 若嫂嫂有错 也是方式太强硬了些 警局里顿时气氛尴尬 警察们都明白 这场家庭闹剧的罪魁祸首 就是老公陈石碑 正日花天酒地在先 无厘头地和老婆打对台生意在后 个个无奈地面面相续 决定让家务事归家务事 由他们自己局外和解 回家后一行人毛头指向陈石碑 好好开了一场家庭会议 要让陈石碑自己反省 周玉一旁闭口不帮腔 看着老公被家人修理 你也就要好好拯救自己 想说老公说你刚刚好 你也要说一说 怎能再开一间公司才会收拼 你啊 实在是有没有这种 我 你跟老公说 你为了我 你跟这些母子不错啦 那你这样反你一架 又跟你做盯着反你这个冠军 身体这么好 也贪不够钱 你有现在的生肢 你不知道要好好跟人家劲才对 我怎么会这样 欧白无闻呢 不是自己呢 你不但没跟他搭手 还这样跟他做盯着 我看你喔 肚子是天狗啊 妈 你来干嘛啦 这些本身不错 这是开心的 我也没对 没内心话跟他说 你才变得这样 我两个都没对 我还会有意义 我还会有意义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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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别说 只要你可以开心 用心啊 好啊 将你的生理 那就好 没了 我知道了 他都是我没对 这几天 我担心了 我担心了 我也好得想过 都是我没有好 像你万两万 总结他要 我会好得打扁 总不需要改掉 我们可以为他动心开始 一场闹剧总算是安然收场 这对和和闹闹的欢喜冤家 经过这次的事件后 比以前更加恩爱了 陈石碑收起完事不公的态度 将原本和周玉打对台的生意 与原来的工厂合并 和周玉好好经营 两夫妻的事业 较至先前相比 是更加有声有色了